最不喜欢就写书 那小时候我不写的 像我妹妹写的 从来没有学过书法 如今却完成抄写14本经书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巴生的 自己志工李景华 自2016年底开始参加抄经班后 李景华把抄经当成每日的功课 这个抄料我全部要留给我的尺寸 每个人要一本留住 这个是对我 对他们将来也是有蛮意义的 就是要他们懂得 否则你在社会上 也要知道这个做人的道理 平时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黄丽清 工作节奏繁忙 每个星期六 抄经是他尽兴的时刻 平常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有时压力会比较大 星期六来的时候 就在抄经当下会沉淀自己内心 也是输解一种方式我觉得 抄经班里也有母女来作伴 过程中让他们关系更胜从前 抄经班会把我把星期停下来 好你要讲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 出到了你是忘年的 这次你没有忘年 而且他每天都会很主动在那边 叫我要抄经 可是他工作是一个很忙的 可是他回到家 他还是会看一下子 然后会写几个字 参与抄经班的民众 虽然背景年龄各不同 但唯一的共同点是过程中 他们因为专注而定心 体会佛法的奥妙 来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